OK 我的牙齒痛到爆炸 如果你有看IG的話 我今天去看牙醫 等一下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發生什麼事情 OK 好的 我已經看完牙醫了 我跟妳講 今天下午 剛剛傍晚 突然我的 右上角的 後面 痛到一個 我真的是 如果你有看我IG 你就知道我痛到一個 我一直要走來走去 真的太痛啊 然後 我就 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是 是 是 還是怎樣 沒睡飽吧 還是什麼 就發炎吧 然後我就 趕快 趕快趕快 吃一顆止痛藥 然後才稍微的 控制下來 稍微控制下來 然後 我就趕快 就是 約了一下 附近 我家附近的那個醫院 就是 好好 好好 我忘記了 就一家還不錯的醫院 而且他們好像蠻新的 其實 我發現 就他們蠻新的 然後 我剛剛進去看 他們的設備非常新 然後 額 護士小姐們 欸 護理師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 腿上也很可惜 醫生也還蠻廣虛 然後 我剛剛就是 他有造一個很酷的機器 就是你咬住 然後他會這樣 旋轉 然後把你的牙齒 整個拍起來 然後他說 醫生看到他說 唉唷 你有去矯正過牙齒嗎 我說沒有 他說哇 你天生立直欸 嘿嘿嘿 你的牙齒很漂亮喔 上下兩排都非常的整齊喔 然後 我說謝謝謝謝 他說 但是 你的左右後面兩邊的牙齒呢 大家可以去IG看一下那個圖嗎 就 右 左 上排 兩顆致齒 對他說 這一次應該算是致齒在發威啦 對 可能是已經 壓迫到神經啊 然後還有一點點的發炎啊 所以就 痛起來啦 所以我就覺得 OK 好吧 那 沒有意外的 沒有意外的 對 我要拔致齒了 然後他本來直接跟我約 明天早上 你可以等我先 就右邊這個消炎 好了一點 以後我們再來拔喔 所以就改了後天 對 然後 剛剛我也有跟他 他 他是說你 雖然說天生立直喔 可是你的結實非常多 然後 他說 你是不是很久沒洗牙 我說不對 我很久沒有去洗牙 其實我很 我原本 我原本的我 應該說之前 我對於去看牙醫 我是真的有點怕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 咿咿咿咿咿咿咿的那種感覺喔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喜歡喔 然後 所以我就 就比較少會固定去洗牙 去弄牙結石 所以他就說 欸你牙結石真的很多 他幫你清一清好了 然後 我就把他 剛剛就整個洗牙 清過 我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想法 我會覺得 喔 他那個刀啊 可能是因為我現在太痛 我會覺得像在按摩的 就是你整個痛到那個肉的時候 或什麼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覺得 其實是不是蘇麻蘇麻 蠻舒服的 我是不是有病 可是我忽然 第一次我覺得 欸 其實 弄牙齒 洗牙 算是蠻舒服的一個過程 對 也沒有說 特別 哪裡不舒服 就覺得 欸有時候搓到那個肉 欸有一點痛 我不知道是不是 抖M屬性出現 就是有點痛 然後我就覺得 啊 好像還可以 對還蠻舒服 就有一點刺激感 對 所以 好啦 反正在我家附近吧 我就 以後 就沒事就過來 來 有個 洗個牙 半年洗一次 他說建議是半年就要洗一次 然後呢 很奇妙的是 他這間是新開的 然後他針對就是 附近的這些 社區喔 就是在這附近的社區 他們有一些社區有特約 竟然 瓜號費 一百五拼一百塊 好爽 這樣覺得 是我太久沒出來嗎 太容易滿足嗎 還是怎麼樣 就覺得還蠻開心的 好啦 然後 如果你想要看我牙齒的X光圖的話 我等一下就發在我的IG 好不好 我等一下就發在我的IG 大家應該是還來得及看啦 對 我會發在限動 所以 如果想要 一潰安生的牙齒 X光片 長什麼樣子 就去限動看 好不好 我這一支應該是明天的五點半會發 應該大家還是來得及的 好 那 我就要回家啦 後天要拔智齒 後天我們就要去拔智齒 不知道 我上一次拔下排的智齒的時候 體驗不是很好 體驗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剛剛醫生是說 其實拔上排的智齒 會比下排的輕鬆一點 而且我現在下排沒有嘛 所以那空間比較好拉 所以就 好吧 就等吧 就周四就去見真章 好啦 那你們多久洗一次牙呢 然後 你們的智齒拔了沒呢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唉唷 我等一下要去智齒 痛死了